几年前,蓝宝杰尼的工程师与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共同提出了一个就像从久远的未来取得的汽车设计 Turzo Millennial,在意大利文里面是3000年的意思 它是一款能够自我修复的汽车哦 那么这款汽车所使用的新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这部车里面都布买了大量的特殊感应器 他们会检测汽车是否正常 并且侦测出损坏或品质下降的情况 如果感应器发现裂缝 这台车就会以特殊的奈米管将之填补好 进而修复它们 如此一来就可以防止问题扩大了 蓝宝杰尼的执行长表示 Turzo Millennial能让这家公司彻底地改变工程界 而它很可能是对的 这个自我修复的技术不仅可以重新写下跑车的规格 还可以应用到各种的机器领域哦 想象一下 要是你的电子产品跟家用电器全部都能够像皮肤那样 从各种损耗之中自动修复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些工程师们还因为把汽车设计成全电动化 进而达成了另外一项的突破 Turzo Millennial使用的是超级电容器 而不是电池 因为这可以更快速充电 并且保有更多的电力 其设计宗旨为同时取得及释放电力 来提高兰宝杰尼的性能 让它能够不再依赖于一般电池中所使用的化学反应 而超级电容器呢是由碳做成的 因为它们比标准电池还要更小更轻得多 这表示它们能够整合进车子的车身面板中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 这台车也是没有引擎的 每个轮子反而有各自的电动引擎 因此其各自的力举量就能够分别地被控制住了 这使得Turzo Millennial能够跟现在的一级方程式赛车一较高下 也表示Turzo其实是由所有的轮子所驱动的 在数字方面 它比起蓝宝杰尼的未来化能力也毫不逊色 这台车是为期三年价值1.2亿美元合作关系的第一款产品 Turzo Millennial的最快速度接近每个小时354公里 跟弓射出箭的速度相同 它有着838匹马力 可比草原上成群的野马 但即使动力如此之大 你也听不到引擎的轰隆声哦 Turzo Millennial最近才在巴黎举办的第三十三届 年度国际汽车节上面亮相 现代化汽车里面最有趣的设计都聚集于此 但蓝宝杰尼却败给了马自达的Concept Vision Coupe概念车 这是另外一款有着惊人设计的汽车 如果光看这辆车 我们会发现马自达跟蓝宝杰尼 其实就是同一个基本概念的两个极端 蓝宝杰尼像是坏人会开的有轮子的星际飞船 而马自达则是优雅未来风的展现 不过马自达Coupe 并没有拥有像Turzo Millennial一样的科技 Turzo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它的自动化功能 这目前只能够在赛道上使用 而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很大的缺点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细节之处吧 Turzo有一套电脑系统 可以让车子自动行驶在任何赛道上 而不会发生问题 只要蓝宝杰尼自动跑完赛道一圈 就可以成为赛车手的老师了 这项技术可以指导他们该怎么做 才会像蓝宝杰尼那样 在赛道上一样快而熟练地跑完一圈 但这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呢 这么想吧 你可以说Turzo Millennial将会成为史上最贵的游戏机 你曾经玩过一款电动游戏 会和你前一圈所留下的 就像鬼魂一样的记录共同完成比赛吗 Turzo Millennial就是使用扩增实境技术 来进行完全相同的操作哦 但先别管赛车运动了 要是你想看看停在车库或后院的这台车 像平常的那样开上路呢 这么说吧 它的价钱吊牌也是很惊人的哦 根据估计Turzo Millennial的造价约为300万美元 这个价格跟比佛利山庄的一栋豪宅 甚至是你专属的海洋岛屿都差不多贵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想买呢 或许呢 能够有机会成为高科技未来的一部分 就代表它值这个价钱了吧 然而马自达和兰宝坚尼 并不是唯一的超级未来风汽车 由意大利乔治亚罗公司 英文Atel Design和空中巴士公司 共同打造的PopUp 在第三十三届的国际汽车节上 得到了未来风城市汽车大奖 你纳闷空中巴士公司 为什么会参与其中吗 当你明白 它同时会是汽车跟飞机的时候 一切就合理了 PopUp 是由三种不同的模组所组成的 分为乘客座舱 地面模组和空中模组 它是为了未来的巨型城市之旅而设计的 届时我们的城市 可能会和整个国家一样大了 不过这并不表示 汽车的本身 要为了符合巨型城市的规模 而变得更大 空中巴士和意大利乔治亚罗公司 把它做得蛮小巧的 好让大家都能够方便使用 这个想法很简单 却很巧妙 你走到外面 坐进那台来自未来的流线造型汽车中 或更准确地说 是乘客座舱中 它已经连接到地面模组了 电脑会扫描你的脸 并检查其他的细节 以确认你的身份 然后它就会自动地 把你载到最近的更换站 当你到站的时候 地面模组会更换成空中模组 而你现在就可以飞往 位在巨型城市 另外一头的最后目的地咯 这些模组在使用以后 会进入充电站 直到其他人需要用到它们为止 如此一来就没有人需要 把它存放在车库或家中了 这也表示只要制造出 较少的模组就够了 而且对于环境的危害 也会比较小 我们可能会在某一天 看到的另外一款概念车 是雷诺的Symbios 它就像是其他款的车一样 看起来既流畅又充满未来感 但其设计主旨是让人坐起来舒适 其实雷诺的工程师说 这台车将会成为你家里的一部分 这台车的内部看起来就像是精心设计的客厅 采用特殊的材质和形状的内部家具 是为了让你在汽车里面感觉到 就像是在家一样专门设计的 座椅也能够180度旋转 为你提供了全新的驾车体验 这个特色能让与其他乘客的交流 变得更加的轻松舒适 诶 等等 什么 边开车边聊天 似乎不太安全吧 别担心了 这台车能够自动驾驶 所以尽管放心享受你的旅程吧 Symbios将成为互联技术生态系统的其中一部分 这是一个完全由雷诺一手打造出来的技术 例如这辆车会在你的家里自动充电 因此你不需要去到任何专门的充电站 如果需要的话 你的车子还能够剩下多余的电力 来供你的房子用电 雷诺的工程师们想象出了一个完美的家用和汽车系统 能够完全满足他本身的电力需求 还真让人期待呢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哦